我目前是打通道4到5米 透过简报了解相关进度 行政院核定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设计划 全国公计有87处政府自办污水系统 屏东县除了原有屏东市 恒春地区 内浦乡及东港区哪路该计划 潮州镇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一期计划 也在3月获内政部正式核定 政府今天上午举办简报说明会 向大众说明工程进度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污水下水道是一个必然的公共设施 那过去因为明治未开 或是可能在沟通上 所以对居民对污水下水道的处理 都有很多的担心 那也随着工程技术的提升 那县政府经过这三年来的不断沟通 也跟居民沟通 最重要要取得内政部的一个同意 核定这样的预算 这过程里面从计划的兴起 到整个工程的工法 到集成 到整个预期的效果 都开过了N次的会议 那终于在今年 3月份 得到内政部营建署的同意 污水下腿到河口 县福表示目前正在办理 外渔明治溪水防道路 面积2.88公顷的水资源中心 用地取得及土地变更 明年开始水资中心及污水管性工程设计动工 最快4年内完成主干管埋设 并进行用户意愿调查及接管作业 在工程期间可能会造成交通上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要求在施工单位的公共安全 预后在未来的交通围管上 或是在整个工程的公共安全上 都应该做好相当的介乎 那尤其潮州目前我们正在 如火如荼进行的自来水管的铺设 在工程的进合当中 怎么样去做避免的干扰 我们都希望在短期间里面 自来水民生用水先处理 那污水的处理也同步在进行 能够让原来跟伴随着人民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能有所提升改善 县长潘莫安表示 污水下水道建设是城乡发展 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公共建设 也是城乡发展及提升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而目前镇内正在进行的自来水管线埋设 要特别注意污水和自来水的双水工程 保障居民交通及生活品质 评论是有卫庭张志豪采访报导